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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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什么被困在里面了 我来 跑得好快啊 既然救出来了 那我们就继续赶路吧 刚刚那是什么东西啊 速度太快了 我都没看清 是路 路 我好像看见他身上挂着 会是爷爷说的那个吗 百度小火 不得还 我不会给你 perspective 我把你带着 走 什么 鬼 不得 很鬼 很鬼 不是 有缸 没有 有了 这个 有了 太厉害了 神农九泉 真是一个神秘的所在 从古之间 总有基于九泉力量的贪婪之徒 想举九泉一己私幼 完全不在乎生灵涂炭 也总有像我们村子一样的 无名拳手拼命阻止 但世人大多无知无觉 可敬 为避免拳手在位过久 迷失出现 我们村子每过几年 就选出新的拳手 这一层的试炼 我们得分成两队走 那就你们三个 月姐姐和修大哥不能分开 所以我和阿游一组 晓晴 前面的路有上下两层 月姑娘你们走上层 我和小新走下层 到时候需要我们上下协力 才能通过 好 那我们到这条路的终点会合 我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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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路有点 我讨厌 就是 今天桑游看起来 与往常很不一样 或许是与四年前的旧事有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路了 看来这便是阿游说过的 上下协力了 需要他与秦妹帮忙 我们才可继续前进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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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得是不是很好玩 阿游心情果然不太好啊 得击破这朵毒花 这样才能给上层开出路来 那我们后面应该也有需要月姐姐 去修大哥帮忙的地方吧 没错 这朵花的位置 我懂了 怕控制下层的道路 我们先将其击破 秦梅那里放到通行 师弟 前面过不去 稍待片刻吧 好 没路了吗 小晴 我们就在这儿 等等月姑娘她们吧 还是我们的矫程 更快些啊 嗯 阿勇虽然在下 可是 小晴 又到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走了这么久 你累不累 我不累 不顾摸着 前面就只剩一小段路了 应该很快就能和她们会合 小晴 你怎么了 有心事 是阿勇有心事才对吧 呃 这 被你看出来了 先去找月姑娘修兄弟吧 等人齐了 我一起说 好 真正 伤判 二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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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若是只一人独自挑战 还真不知道如何应对 凡 人都齐了 我们去下一层吧 我 已经走到这儿了 大家先等等 有些事情我需要告诉你们 阿游 什么事情 如果说出来让你难受 也可以不必说 不行 我必须把发生过的危险告诉你们 不能有任何疏忽大意 阿游 你们也听小姑姑提及了四年前独障动荡 全手失恋未能完成的事情 那时候的我 我很小的时候 父母就去世了 之后我是个不省心的小鬼 整天在村子里捣乱 现在想想 虽然有村人帮助 虽然日子过得不富裕 我却并不觉得有多难过 他比我大两岁 也是从小就没了父母 又因为跟我经常玩在一起 我叫他墨大哥 我们每天一起学习 我腰间这把刀 就是墨大哥最宝贝的东西 谁都不许乱跑 我眼馋这刀好久了 偷偷摸过几次 墨大哥发现后 装作很生气的样子 没想到 这把刀 还是留在了我这里 墨年 在村子里并没有见过这个人 我爸小时候特别贪玩 在我看来 抓兔子打野鸡 比学习医药法术 要有趣十倍 每次小姑姑都要紧盯着我 可是 墨大哥不一样 他什么都学 也什么都会 更什么都做得好 我可崇拜他了 当时 小姑姑已经担任全首数年 暗村规 该从村里的孩子当中 我和墨大哥 算是孩子们当中天赋最高的吧 但是 我自己心里清楚 全首失恋 若是受伤或被困 很快 赌账全力 墨大哥 前面就是拳一眼了 你快去吧 我们都走到了这里 你怎么能这么随意 墨大哥 我早就说了 我就当全首没兴趣 当了全首 可是一辈子都不能离村的 这天底下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 我都没见识过没享受过 就这么绑在村里一辈子 我可不要 去年嫁过来的汉家姐姐说了好多稀奇物件 我都想去看看 你说 她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 嫁给了我们村子的人 她以后 可都不能离开村子了 说好了啊 要是你当上了拳手 以后我偷偷摸摸出村去玩 可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哦 臭小子 算盘打得挺精的 也是 也是 如果我成为拳手 那就可以 这是什么 毒障结计 不对 这不是毒障的力量 怎么了 怎么了 都没用 怎么了 那不是 又敲了练法术 你有可能是下一任拳手 玩先要收一收 收什么呀 拳手肯定是你 我就是陪你进去逛一圈 法术 我白练 阿勇 别怕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没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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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大哥 不知道过了多久 毒账 终于恢复了瓶颈 毒账动荡的时候 出现不明的 气偶和结结法阵 小姑姑和长老们 无法进入毒账 等他们赶到时 莫达哥一切 我大哥一切 我以为你已经发现了 我现在的疯狂 你可能要做一些 我还没想要做 你会把这个 产生的 几个月后 我离开了村子 我发誓要找到 赌账动荡的原因 我要找出 害了莫大哥的凶手 安勇 我们都会帮你的 当年我只走到这里 前方不知还有什么凶险 我们拿起精神 继续前进 诶 诶 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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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